她是国民品牌安踏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慈善精神的传承人,出生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靠着勤劳和智慧,成功带领晋江鞋走出福建,走向世界,打造出文明世界的顶尖运动品牌,身价突破数百亿,更是在2021年捐赠100亿人民币,引得全世界瞩目,无数人纷纷感慨,她不是一名商人,是一名真正的企业家,那你听说过她的名字吗? 如今的她又过得怎样? 本期创始人观察,带你走进丁和睦的创业故事中 丁和睦于1937年出生在福建晋江,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能生存下去,已属不易 丁和睦在家排老二,有着一个姐姐和三个妹妹,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即使考上重点中学,也没有办法去读 因为她必须要早日承担起家庭重担,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丁和睦一家也不例外 下海捕鱼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父亲已经60多岁,全家八口人的生活,全压在丁和睦一人身上 他也知道担子很重,但他必须扛起 有一次,丁和睦发现,小贩收购他货的价格比别人的低了五毛 他十分气愤就去找他理论 原来,商贩觉得他是个新人 行情,价格这些啥也不懂,便肆意压低价格 长期和他们打交道,丁和睦也学会以生意人思维去和商贩做生意 1979年,改革春风吹满神州大地,自然也吹到丁和睦的心里 他倾尽所有,创败一家鞋厂,好在上天照顾,一路顺风顺水,将鞋厂办得红红火火 据统计,整个九十年代,福建近江生产了全世界五分之一的运动鞋 特布、匹克等知名品牌也悄然问世 1987年,丁和睦已年过半百,也渐渐没了当初的那股拼劲 而鞋厂发展也遇到瓶颈,再不做多元化市场,就必定被市场淘汰 与此同时,他的儿子丁世忠站了出来,毅然从学校退学,回家帮助父亲管理鞋厂 丁和睦也很清楚,儿子并不是读书的料,反而做生意很有一套,早日接手鞋厂也挺好 也正是这一年,丁世忠与父亲商议一番后,只身带着一万元和鞋厂的六百双鞋,前往最大的推销市场,北京 刚到北京,他就找到商场负责人,希望能给他一个推销的机会 起初,并没有人愿意买,更没有门店与之合作 可后来,丁世忠硬是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蛇,说服一家又一家商场给他一个试卖的机会 那他能得到大家认可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质量不行,我赔五双,他知道鞋不好卖,不做保证,根本无人问津 也正是这样的保证,吸引一大批顾客,带来的六百双鞋也所剩无几 价格低,品质好,一时间好评如潮,很多人都想再买一双,可丁世忠却表示没有货了,需要等一段时间 这也让丁世忠灵机一动,口碑那么好就不愁卖不出去 要是我弄个专门售卖点,岂不是能大赚一笔? 回家与父亲商议一番后,他再次带着资金回到北京,租了一个商土,起初生意不好 他就跑出去推销拉业务,久而久之,也有了自己的第一批回头客 这时他又发现,市场上有商标的鞋,比杂牌鞋贵了好几倍 这也让丁世忠眼前一亮,自己的鞋质量并不比别人差 为什么不能创个自主品牌呢? 父亲得知他的想法后,也表示赞同,只有创造出自主品牌,才能争取更多市场 1991年,秉着安心创业,踏实做人的信念,父子俩创建安踏鞋业有限公司 在父子俩的努力下,安踏出具规模,在国内已有数十家专卖店 据统计到1997年,安踏在全国已有超2000家门店 这正是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海外订单几乎消失殆尽 无数企业纷纷倒闭,可安踏却丝毫没受影响 因为安踏国内销售渠道已十分成熟,归根结底,全靠丁世忠的提前布局 这也足以证明它的远见和格局 这时的安踏在国内也算小有名气,但距离顶尖品牌还差不少 想要踏出这一步,就必须做出创新,它要彻底打开安踏的知名度 请代言人就是它的方法 可这一举动引起公司高层不满,这可是外国大牌做法 先不提有没有用,光一个代言费都得进百万 而这时的安踏年利润也才400万 丁世忠不顾劝阻力排众议,花费80万请平方球世界冠军孔令辉做代言人 代言人有了,下一步就是媒体推广,要做就做大的 他又花费300万将广告打上了央视 丁世忠几乎赌上整个企业,那他能成功吗 我们接着往下看,1999年,孔令辉带着安踏走上央视 第二年,孔令辉再夺一枚金牌 他说的那句我选择,我喜欢广告语,让安踏名声大噪 这意味着丁世忠赌对了,父子俩心中那块石头也终于落下 到2006年,安踏销售量直线上升,销售收入也从6年2亿,猛增至12.6亿,可谓是一步升天 这一次成功,也让丁世忠更加坚信营销是实用的 2004年起,安踏连续三年赞助,CBA成为指定合作伙伴,打破国际品牌垄断的格局 2007年,安踏在港交所挂牌上市,融资超35亿,是当时中国体育用品行业融资金额最高的 企业上市后,丁世忠有点迷茫,国内运动品牌一直处于中低端市场 高端市场则由阿迪、耐克等国外大牌分割 改变必须改变 2009年,安踏收购FILA正式进军高端市场,采用直营模式 FILA也不负众望,销量业绩一路猛涨,成功拿下高端市场部分份额,成为安踏的支柱产业 此后,安踏又先后收购斯潘迪、石祖鸟、威尔逊等国际知名品牌,离高端市场又更近一步 如今的安踏已成为服饰品牌巨头,高中低市场都能看见它的身影 更是不改休闲、户外运动、运动等多个领域 早年,丁世忠定了一个目标,超越阿迪达斯中国,成为中国体育用品市场第二大巨头 而这个目标也已实现 2021年,安踏营收228.1亿元,净利润38.4亿元 而阿迪达斯中国营收只有182.98亿元 这也是安踏第一次从营收超过阿迪达斯中国 2021年,安踏已跻身中国市场第二,但仍前有狼后有虎,一刻都不能停歇 只有不断进步,才能保住第二,才能争取第一 如何改变才能不被超过,正是安踏如今面临的问题 也正是这一年,丁和睦家族捐赠100亿 让全世界为之瞩目,无数人纷纷感慨 他不是一个商人,而是一名真正的企业家 丁时中说过,不做中国的耐克,要做世界的安踏 安踏加油,国货加油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你觉得安踏质量怎么样?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为我点赞并转发 你们的每一份鼓励,都将是我做出更好视频的动力